以爱之名 为他而战 我是程磊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孩子的这些突发状况 我是真的处理不了了 但是我的爱人呢就不一样 我觉得他这个脑子24小时在线 我爱人呢也成功的把我从一个初级奶爸 变成了一个超级奶爸 大家好 东哥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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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好 我叫程磊 今年47岁 来自北京 太开心了 邀请到您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那今天您来到我们这天津卫视卫特尔站 您是为了谁呀 为了我的爱人 因为啊这个我要孩子比较晚 我要孩子都42岁了 那么我爱人呢35岁 他才怀孕 没想到这一怀孕这一生 就给我生了三个宝宝 三宝胎啊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我爱人是用生命生下的宝宝 我要感谢他 所以我想如果要成功了 我能不能给他买一个一年的那个电影卡 过过两个人的世界 这个我们都知道怀胎十月 而且一朝分娩三个宝宝来到人世间 那是得经历了多少次的考验啊 是的 您作为孩儿他爸 爱人的老公您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也投入了不少 我呀 说相上 原来呢 不离手的是什么呀 扇子 醒目 快板 等一有了 孩儿了 这些东西全搁下了 比如说啊 网上那个交换尿不湿那个视频好着呢 我也照着网上那样 给孩子搁这儿 打开了 拿心的一扭脸 他咕噜那头去了 我们家孩子也特心疼我 我不换尿不湿的时候他就不撒尿 我只要把尿不湿一给他拿一起他就撒 这床上弄得哪儿都是 一开始手忙脚乱 但是我老婆是很厉害 什么时候该喂奶 每天要定时的什么量量体温 然后那个换尿不湿 什么时候该打疫苗了 他记得特别清楚 我就不想 我记不住 你比如说这孩子三孩子晚上要吃奶 他隔两个小时就要吃 他这时间都错开 那哪儿记得住啊 所以我就在我们家那个墙上 我贴一黑板 然后我写上老大 老二 老三 喂完以后我写底下再写上 两个小时 比如一点八 再写上三点 这边两点吃的 四点 这边一点半吃的 三点半 写上完了看着表 而且喂完了以后 你得抱起来拍歌 给它拍出歌来歌 然后再拍这个 再喂这个 两遍奶喂完了 天就凉了 自从有了这个孩子以后 晚上就没睡过觉 包括延续到现在 我耳朵老得听着他们那个屋里边 就觉得有事 对 老得听着 完了以后我爱人就说 说你这个可能有那个心理疾病了 我说我发现了 我不光是这个方面 而且我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有幻想恐惧症 因为孩子多嘛 我又四十二岁才有了他们 我特别的这个珍惜他们 所以我就认为 除了家里边 外边哪儿都不安全 所以就不让孩子出去 那越是这种感觉越深 其实就越能体会老婆的付出的 对 因为他给孩子身上花的心血 就是太多了 他为这个家付出也太多 其实他不算随便的 但是也已经有白头发了 所以他在我的心中 永远是 永远是那么可爱 谢谢 谢谢 谢谢